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要再回到我们原先的大盘规划里面 好 这个原先在1月2号所规划的这个ABC整理 它所代表的那也就是一个区间的还有时间的整理 那么走到这个位置来 我不管你在原地里面顿来顿去顿来顿去 包含昨天开高走低 今天开低走高 我怎么混不就都还在这个地方吗 对不对 那既然还在这个地方 或许观众朋友你就会 大家遇到这种像美股啊 这种大跌的时候 难免心里都要一阵慌 那一阵慌的时候 很简单把规划打开来看 打开来看 有没有破 对不对 很简单嘛 那你说有没有破 如果有破 那么这张规划它就会进入一个新的规划阶段 如果没有 那么就继续照常 所以今天你说这个收盘到底有没有破 那不用我讲 你自己直接看图也知道没有破吧 那可是没有破 又在这个地方晃了半天 那我们就来数数看 这个整理到了今天已经1 2 3 4 5 6 7 8 9 10了 已经10天了嘛 你看它好坏喔 怎么说好坏 你分明这个烟火就要放 对不对 可是你怎么不但 不赶快放 而且中间还有一些来来回回 让人家心惊胆战的事情呢 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烟火不到时间 你到101去看烟火 你说你已经提前两个钟头就在101下面卡位 它会不会放给你看 不会嘛 因为时间还没到嘛 好 那既然时间还没到 到底什么时候到 OK 明天有台子结算 后天有台积电的法说 OK 明天后天之后也就是说 今天压了第10天 明天11 12 你到第13天还不走 那这也就真的是很奇怪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说最后这个西波农历封关 我们一直在讲说 这个地方它只不过是要指数去表现一下而已啦 要指数表现很简单 台积电 红海 或是其他一些大型的金融股 拖拖拖这个就没有了嘛 就目标就到了嘛 所以为什么说像先前我们跟各位讲 就是提起的就是说安全性的股票 你不要说它一定要涨停啦 你就过去这几天里面 包含在今天美股大跌的这个过程里面 你身体又压得知道 就是说你心里还是很稳当 你不会说哇糟糕了 我欠免买了一大堆股票 今天糟糕 虽然开低走高上来 我要赶快卖掉 你这时候怎么样 整个人就会乱了手脚 所以我们要赶快回来看看 那今天这开低走高呢 它还小跌了14点 可是美股大跌 台股怎么能够开低走高呢 这里面一定有一个幕后工程在嘛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幕后工程是谁 我们来看一下2330的台积电 好吧 我们请导播把这个图的K线 稍微放大一点点 不然会感觉很无感 台积电呢 在今天的这个位置 它可以说是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 是 所以你看前面那100块的时候 是人家在传什么 传这个张中某董事长 这个这些噩耗谣言的时候嘛 弄到最后什么事也没有 今天台积电还扮演了一个什么 撑盘的角色 另外还有什么 我们昨天才跟各位讲的 2881的富邦金嘛 对不对 不是很nice吗 又是一个什么开低走高的红邦 那么还有呢 2880的华南金嘛 对不对 都不错啊 所以今天如果不是这一些股票撑着的话 那可能怎么样 大盘就真的有一点不太妙了 所以你会发现从我们的逻辑 从我们规划的逻辑里面 已经在告诉你 为什么全职股 会是在封关之前这段时间 相当重要的一个角色 不过大家也不要太灰心 其他的股票 今天这一打下来 其他的股票 包含哦 包含什么 前面的高档 我们已经有请各位 先调节一下的 像CES的概念 长多了像太阳能等等 这几天已经几乎连回了 第四到第五天的时间 那么今天这个大盘一打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5483的中美金 那中美金呢 你看1234 今天已经是第四天的时间 明天就是第五天的时间 是 所以在一个费事急速的转折时间里面 当然它前面非常的强 可是你在前面你去追高 是没有意义的 那这个到第四天之后 我今天在尾盘的时候 反正跟大家讲说 你要不要先不要杀低了 你这都没有前高档 我们在前面的高档 跟你讲说要调 而你没有调 那到了不要到了这个地方 你说我受不了了 那你等它弹上来再说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那等一下 我会拿另外一档股票 类似的波浪规划 这个例子来跟各位讲这样子 那么我们所以呢 就大盘的这个部分 我必须做一个结论 今天第一打下来 有没有破坏原来的规划 没有 如果已经破坏了 那这个规划已经呈现在各位眼前了 那我不能说假话 那就会有新的规划进来 那如果没有 那就不要自己在那边自己吓自己 所以这是一个有凭有据的东西 那当然除了刚刚第二个结论就是说 今天大盘 这个开低走高不仅 只有全职股表现 而且连前面那个跌升的 也都有表现 那我们等一下 就稍微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再回 请导播再上一下富邦金的字卡 好 OK 好我们昨天讲到富邦金嘛 对不对 中寿去打了第一波 中寿还在休息 昨天我们就讲 这个富邦金 你要注意一下 这是2013年获利第一名的金控股 你说如果连他都漏气了 那我告诉你 那个规划避错无疑 那个大盘的规划避错无疑 也就是说没有什么红包行情了啦 那既然我们对大盘的规划是有信心的 那对他当然也就有信心嘛 那今天开低一打下来又是一根红棒 他又把他撑住了嘛 对不对 你不要说管他后面涨得了多少 起码这一阵子他就是涨了 慢 是慢没有错 我已经跟各位讲过 为什么我要先跟各位讲到这些股票 因为我看到了中间 那个放烟火之前来来回回的震荡 很多人真的会被吓出去 会被吓出去 那你这样你就是稳 宫中有手 对不对 你宫中有手 手中有宫嘛 你就不怕了嘛 那当然 我刚刚讲到说 今天的族群里面除了说这些全职之外 还有前面有一些跌身的股票 那我们就请导播来看一下 5388的钟蕾 今天好像很多人提到他 是啊 那提到他 今天才提到他 那是为什么 因为看他尾盘收红了嘛 我们来看一下1月7号 这又是我们当时在节目当中 各位可以去看看那一天 网路上节目的重播 5388的钟蕾 在1月7号 那个时候 当天来到61块6 我跟各位报告说 我们在60块 有调节了一遍嘛 那调节了一遍之后 并不是说 我觉得你收黑 我觉得你要崩盘 不是 而是我跟你讲说 涨多了 当然他就要什么 就要整理嘛 他一定有这种整理 那有这种整理 我为什么不拿点钱出来 我要嘛两个用处 第一个 我在拿出来的这一半的钱 我去低档布局什么 低基奇的股票 要嘛 我等你低档回来的时候 我可以怎么样 我可以再买回来嘛 我可以做一点差价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今天 中蕾为什么长上来 为什么长上来 很意外吗 不是1月7号就跟你画好了吗 好 那你问 接下来中蕾要怎么走 那已经也是1月7号就跟你画好了嘛 所以在这里一个ABC的平台里面 我当然可以怎么样 我有机会稍微再接近前高 又压回来一遍 最后再走一个第五波的陌生嘛 所以说 规划 你看这个大盘为什么那么复杂 我们常常讲说 第一个啦 涨多的个股 那你要怎么处理 这已经是一个学问 例如像中蕾这种规划 对不对 涨多的股票你要怎么处理 因为我已经事先知道 它要怎么走 你才能够来得及在低档切入 不是看到涨你就去追了 你知不知道它涨了之后 到底能够到哪里去嘛 这一次能够到哪里去嘛 这才是重点 那么第一个涨多的基期 基期比较高一点的股票 这个我们叫做三顶上丸 不是有人说三顶上丸有谁能赢吗 中蕾是我们在基期这么低的时候推荐的嘛 对不对 那上来之后基期高了可不可以玩 可以高档调节一下 低档你如果真的可以做价差 对不对 现在很多人都要在谈论这个 当日冲销的问题 对 你不要说当日冲 你就一个短线波段这样子 你能够抓得住 不会比你每天在那边跑来跑去 来得好很多嘛 对不对 好 那你看所以说基期高的我们要会玩 三顶上丸一样能赢 敌不进场那当然也是要赢嘛 可是 但是这种又要处理基期高的股票 又要锁定像富邦金金融股 这种全职的股票 然后呢 还要再去发现其他低级器的股票 那这个感觉 韦婷有没有感觉有点像一个在打十个这种感觉 真的啊 真的一个打十个对不对 所以 大家常听到说一个要打十个 这个是电影演的啦 就我们 我实际的了解 在永春的功夫 你一个能够打三个 我就就一个高手来讲 一个能够打三个 大概就是有点极限 你要打十个 那个有方法 绝对不是站在中间 让大家围着打 那个是电影演的 那到底就是说 在这么复杂 你看一下子要处理高级期的 一下子要找出主流 一下子要去找出另外一个低级期的股票 那么你 我们怎么样 你就说我们一个人而已 在面对这些敌人 那么你要怎么样去处理 这么多 你要能够有一打十的功夫 那这个就是说 你要常常透过很长期的训练 很长期的练习 是 才能有这样子的事先规划 对 所以呢 我就想到了 我们刚刚讲到说 这种功夫呢 就很像一个再打十个 那你要怎么训练 永春前当中有任何特殊的说法 有有有 我们先请导播上下一张字卡 好 今天呢 来给各位讲一下 那这张图各位一定很熟悉 为什么很熟悉 老师这个人我不认识 叶问 左边是叶问 左边是叶问 叶问的本人 然后这位是谁呢 这位就是李小龙 17岁的时候的李小龙 所以 今天我们用这个 这句话来 这两句话来跟各位讲到说 永春的到底怎么样在股票里面的应用 一个叫做 有手七手 五手问手 什么叫做 有手七手 五手问手 那么 永春他讲的是一个 近身的搏击短打 对 那换言之就是说 我举一个例子 什么叫做七手 要示范一下 对 这个七手这个七 我们可能要示范一下 才知道 比方说 主播 那就 我现在要怎么做 就一手打过来 我要打 OK 当我接触到这一瞬间 当我买到这档股票的时候 那么我就知道 我要怎么样去攻防 接下来怎么样 顺着这个动作 不断的进行攻击 那我在一接触这一 接触他对方的手的时候 我一接触对方的手的时候 其实你身体里面 所有的讯息 你的关节哪里是僵硬的 你的手的位置 露出了你哪一个 身体上结构 拿一个破绽 在那一半秒 你就要读到 就是说 所以你 譬如说我刚刚打你的时候 你就应该在 在半秒当中 能够读到我 所有身体当中 破绽的地方 不仅如此 而且要继续反应出 其他的动作 OK 就是让你根本 我的反应会去超出 我们有受过训练的人 他的反应会超出 没有训练的人 快的很多 所以 所以 大家常在讲说 这个 永春的快 他不是 不是乱 他不是乱打的快 而是他在有感应的快 无手问手 无手问手就是这种观望 那所以说 你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功夫 你要有这样的功夫 包含像大盘 我们刚刚讲到 大盘的事先规划 中壘的事先规划 然后我们还要找出什么 从这个规划里面找出 果然怎么样 最后 撑在那个地方的 就是全子骨 到了今天 那就不是只有 伟臣在讲了 其他的老师 也开始怎么样 纷纷都在讲全子骨 但问题是 谁比较领先呢 还有中壘的规划 今天大家都讲中壘 可是中壘的规划 只有伟臣事先画给你看 而你今天可以看到中壘规划 再看到中壘规划 长上来 那你当然可以很 放心的讲一个字 叫做正知道了 对不对 因为你早就知道了嘛 所以说呢 大盘红包行情 当然还没有结束 还没有结束 烟火呢 还没有放 各位观众 不要说走到101的大楼底下 看看 我8点到了 为什么还不放烟火 因为还没到12点 好吗 所以人不要离席 现在已经可能11点半了 时间已经快到了 也就是要放烟火的时间要到了 所以这个新年红包 大家一定要掌握 因为 从这最近的短线里面 各位让各位去见证 不论是股票的事先规划 不论是这个个股的事先规划 让你看到我如何很有系统的 事先在这些股票也好 大盘也好 做一个布局 或要做一个短线的来回操作 那么新年快乐红包专案 那么也会包含2014年整个大盘的一个规划 请务必要把握 好 在这个昨天呢 这个节目当中呢 这个老师是叫去送还流嘛 对不对 来流去送 来流去送 跟着来流去送 学得不好 今天是教有手弃手 无手问手 这当中当然还有非常多的 这个台湖当中的心法 我们稍后回来试试一下 好 专业的研究团队 老师犀利的见解 为您洞悉股市的大小事 给您最中肯的建议 给您最明确的方向 选择高薪 让您放心 选择高薪 让您坐拥高薪 高薪头裤是您唯一的选择 0227175567 0227175567 对于我们 这是创新的改变 及时互动紧密相连 不同的观点 全新的视野 三立ExplorerTube sgnews.net 三立新冠网全新上线 不同的观点 看见更多的角度 不同的产业 看到更多的机会 不同的人生 看见更多的勇气 不同的语言 看见更多的视野 三立全球财经 看见趋势的力量 我的自由年代 青春不败 90年代照片目击 把乘风饮酒的青春岁月 找出来晒晒太阳吧 青春的美丽 其实从来都没有走远 上传你的90年代 校园生活照 就有机会抽 iPad mini 拍立得 搜周有大奖 还可以在我的自由年代片尾 秀出你的精彩照片哦 活动详情 请赶快上Facebook搜寻 我的自由年代 再也不能 欢迎再来回到财富长城 就刚刚提到说是 有手欺手 如无手问手之下呢 就等于说这个 其实打功夫的人呢 必须要训练出了一心三用的 这个多工的心法 才能够在台北股市呢 找到比较好的个股 要眼观四方哦 还是要问一下那个 这个顾问了 在台股当中 目前呢 除了包括了金融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电子股 也许是目前可以多放关注的 好的 我们前面呢 帮各位锁定了几件事情 很简单的原则 第一个 封关行情一定是 全职股绝对跑不了 OK 那是主菜 OK 那是封关前的主菜 第二个 高级期的股票 涨多了 当然就震荡 但是它的震荡 要怎么个震法 我们刚刚透过 五三八八的中壘 1月7号 就给你画好的事先规划 好 那么你就知道说 哦 原来经过了这些时间 哎 为什么今天中壘会涨 一二三四 他最多已经压完了一个什么 废市急速的时间 也就是我压完五天了嘛 我压完了五天 什么是废市急速时间 五 八 十三 二十一 三十四 这些数字 那就是五嘛 压完了五天 我当然就上了嘛 那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应用 这个应用也可以用在今天的道理 比方说我刚刚讲到像这个 中美经也是一样压回第四天 你就不要暂时先不要在这个地方杀低 可是你说短线它能够 像中壘你说短线它能够喷到哪去 没有 但是就是这个区间 我刚刚说你要做短线可以 可以 这暂时还没有 还没有说要喷出去 但它就是一个区间整理 你最切记什么 你今天开始要去杀低 那等到到这个地方你又去追高 刚好被扒了两遍 刚好被打了两遍 所以说从中壘这样子图形结构里面 我们今天也发现 有一些不仅是全职股 还有低基齐的个股 这个还基齐高的 有些我们一直跟各位讲的 为什么要锁定低基齐的个股跟全职股 有我们的道理在 我们来看一下联电这张字卡 好 我来问你联电今天第几天 第四天 第四天 今天如果台积电都动了 连电也怎么样 短线回了第四天 你说它动是不是动 有机会 有机会 那这就是低基齐就是低 除非不放烟火 对不对 除非不放烟火 你的风险在哪里 你的风险能在哪里 我问你 就这么低了 你的风险能在哪里 可是它要是放了烟火 就有意思了嘛 对不对 这个农历年封关的行情 你就不至于怎么样 白来一招嘛 那么前面除了全职股 也有另外一档 其实我们早就跟各位讲到的 低基齐的个股 像是泰鼎 这档股票 4927的泰鼎 那我们在1月3号低档布局 我们隔天来跟各位报告过了 大涨4% 涨了4%之后你看 这是之前的字卡 我们在这一天1月4号的字卡 到了今天1月14号 你说它跌到哪里去 没有 它就在这个地方 涨完了之后 多多多多多 那还是获利续报啊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叫做来留去送 一旦我已经获利了 我就留住它 来留 对不对 不大对劲 开始小赔 那你就要怎么样 送走它 算了 因为它让你不舒服 可是它既然舒服 你为什么不报纸呢 对不对 那所以 来留就是讲的是这种什么 获利你要续报的股票 因为它基齐很低 所以它能够震再怎么震 那也就是 你不可能再从地板再去跌到地板 对不对 那所以 这一类的基齐股票 到了今天为止 到了今天为止 各位你看过去这三天 当尾程在讲全值股的时候 当尾程在讲低基齐的股票的时候 拳头库没有一个人在讲 然后大家都在讲那个最热的 高档买了一缸子 这下打下来之后 为什么 我在送你一个永春里面的心诀 叫贪打必被打 贪打必被打 你没有方法 你没有功夫 然后你买了一缸子 一打下来 你第一件事情 今天开盘那一刹那 一定是整个人都慌掉了 那你都慌掉了 你第一件事一定会想逃命 这是人的本能嘛 对不对 你没有功夫 你遇到那个功夫高手 你被他抓住的时候 我告诉你 我有经验过 那真的你就想逃 可是你又逃不掉 你要往左边跑 他从左边拦住你 再把你抓回去打 那所以 为什么 我们要避免陷入那样的窘境 第一个 你要有一个事先规划的高手 第二个 在操作上面 在操作上面 你要能够事先前瞻性的布局 在别人还没有看到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看到 那当然另外 还有讲了好 资卡带来好几次 还没有讲到 对 我们单股锁定的这档标股 好 那这档标股呢 我基本面稍微讲一下 它是近期获得美国高频量测移器的大厂 某一家科技公司 我先卖个关子 2013年最佳产品研发供应商 其实它是做一种特殊用的半导体材料 那这跟航空很有关系 跟航空很有关系 航泰 骨架的价值 在这个地方 已经被低估了很久 好 已经被低估了很久 那你看他就一样 他跟泰鼎一样 他就怎么样 上来之后 八方吹不动 你大盘怎么振 他也就在这里了 他也就在这里了 但是它的价值是被低估的嘛 所以 这也是我们在单股锁定的部分 我说 有些朋友他就觉得 这样子要打10个 他功夫还没到 好累 对不对 那么 不如就干脆 守住中线 就打那个要紧了 所以呢 今天呢还是一样 欢迎各位呢 把握我们单股操作的计划 资金就集中在这一档精品股里面 那么 来做波段的操作获利 好 更多分析 齐俊卓的明天节目咯 我是韦天 我们再会